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把短发男给瞎尿了 话说水哥也是一个风云人物 出场自带BGM 卖着浮夸的布子 不仅有美女的欢呼 还有迷地的崇拜 最最重点的是这样的哥哥 他竟然觉得一点也不帅 小花是个平凡且笨笨的女生 他极其向往恋爱 但是从小到大 次次告白 次次悲剧 终于在十二连拜后 逃逃告白的男生那儿一问 人家对他是有意思的 这一切都是水哥在搞滚 其实也不怪水哥 因为小花的眼光实在太瞎了 看中的都是有问题的渣男 不是脚踏几条船 就是为了水哥才接近他的 这让护媚狂魔的水哥接受不了 分分钟让他们出去 不得不说干得漂亮 小花则哭恼地说了一句 哥哥太爱我了怎么办 然而最近小花的桃花运似乎来了 众美男依次登场 第一个是曾和几十个女生谈恋爱的超级花心男 小秋 正或为了小花把自己的后宫都解散了 从而表达自己的诚意 第二个是小花的初恋小帅 都说初恋最难忘 这可是水哥以后的劲敌呀 第三个是小花的英语老师 自认为很帅的大壮 唉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简直一言难尽 这突如其来的桃花 让小花不知所措 结果脚一崴 直接摔了出去 这时怎能没有英雄呢 大壮一伸手 稳稳当当地接住了小花 还自我陶醉地说了一句 Amazing 不过英语不好的小花 听得那是一脸懵逼 回到家 兄妹俩为了一块西瓜 一不小心把小花扑倒在了餐桌上 脸红心跳的小气息 瞬间弥漫开来 此时小帅抵达现场 两人到了海边 小帅直接问道 你是不是爱上小花了 水哥坚定地说 是的 并且告诉他 自己和小花不是亲兄妹的事实 隔天 小花同时收到了小秋和小帅 发来的庙会邀请 小花很懵逼 不放心的水哥 跟着小花来到了庙会 看着小花的小帅 你能我能时 瞬间出了 此时 小花又忽然明白自己的心 于是拒绝了小秋的爱意 眼看着自己 却要成为别人的大舅子 水哥再也藏不住 自己内心的情感 他不想失去小花 不想小花离开他 回到房间 小花看着尽忠了自己 陷入了迷茫 因为他在不知不觉中 对水哥有了一丝心动的感觉 从这以后 水哥慢慢地开始疏远小花 原本一直在身边的人 突然有一天不见了 这让小花感觉自己的心 空落落的 周末 小花和小帅约会时 平面想起和哥哥 做炸鸡时的幸福场景 随后两人去兜风 小帅情到龙出 上下其手 结果小花推开了他 小帅很不爽 只是小花心中根本没有他 然后告诉了小花 他和水哥不是亲兄妹的事实 小花震惊了 哭着跑回家 质问水哥到底是怎么回事 水哥安慰他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我们还是一家人 然后两人坐在凳子上 水哥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没有说话 这时的小花还没有看清 自己真正的内心 后来小帅用英语告白小花 不过小花依旧没有听明白 无奈他只能用日语又解释了一遍 小花顿时豁然开朗 像风一样跑了出去 骑着车就去找小帅 到了教堂 水哥和小帅都在这 原来是小帅故意约了两人 来到这里 他对小花说 其实我早已看清了你的心 便忍痛成全了两人 最后水哥傲娇地对小花说 我可以等你到喜欢上我为止 但小花却说 我早已喜欢上你了呀 最终 这对小情侣幸福地在一起了 并且还获得了父母的祝福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哥哥太爱我了怎么办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